嗨 大家好 我是娅娅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4月份爱用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的有持妆控油效果的开架蜜粉 上次开架我不是开到这个Kosei的蜜粉吗 然后呢我有跟Immi比较 那后来呢我也有在IG做一个短影片 就是我一整天大太阳的时候 然后特地去晒太阳走路然后在家搭公车 然后等等的闷闷热热的回到家爆出油之后 我发现既然Kosei这一个真的比较有控油的效果 虽然说呢我觉得包装上真的是Immi剩 就长得太可爱了 然后以价格如果以客数来算Immi也比较更平价一点 然后呢它又是筛网的设计嘛 可是呢Kosei真的就是上起来效果再细一点点 然后呢再控油一些些 所以呢我觉得Kosei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一个夏天控油蜜粉 然后对我偏干肌来说的干燥程度也是OK的 其实不会很干 当然呢比不上可能我Mikimoto一两千块的保湿蜜粉 但是我觉得它上起来也是很OK的 那上个月呢我在去城市买了一大堆日泡的眼镜 总共五副啦 但是因为我两只眼睛不一样 所以就要买超多盒 那我都是在寻找那种日系自然感 想要比较自然不浮夸 然后呢年轻一点的款式不要太混血或高冷这样子 那这几副呢我自己带下来是还蛮喜欢我现在带的这个雷美的 好像叫青彩护城 这款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超级像你的瞳孔天生就是深咖啡色这样子 非常之自然 然后直径呢也不会太大 虽然呢放大片当然戴越大 你会觉得眼睛看起来越大嘛 可是有时候超过一个比例又稍微有点适合 我觉得最近还蛮习惯这种直径的 细看它的花色真的也很不像你戴隐形眼镜 真的是太真实感了 那我这次买的全部五副呢 我会再整理到我的IG那边去 我想说都带给大家看 所以呢拜托了大家也要去追踪我的IG 我最近真的在努力的要经营IG 我发现IG的整理短影片还蛮好玩的 然后呢我也会想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图纹 接着呢跟大家分享好事多的好物 我那天逛好事多啊 我看到这款女生的睡衣 旁边的人一直在抓 就是这个人也拿这个人也拿就走 我想说那我也应该要拿一下 我穿给大家看 这个睡衣呢穿起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背心 但是呢有点散撞出去这样子 然后长度呢是超过膝盖一点一点 刚好在膝盖那一边 然后不会显出你的很肥肉等等的 我发现它很棒的点呢就是第一个 它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凉爽 看得出来它是这种透的感觉 它好像是那种墨带耳眠 很凉很透气的感觉 就像呢现在啊有时候有几天天气比较热嘛 可是呢我穿其他衣服都觉得好像热到要开冷气等等的 可是我穿这件衣服就会觉得哇 突然就凉爽起来了呢 可以不用开冷气我也不会觉得很热 当然如果你开冷气你穿这个就会觉得太冷 重点是呢它穿起来版型也很不错 你看就是完全没有显出我 因为我这边比较宽 肩膀宽 它不会显出任何的就是妇乳啊 像有的背心就会变成这样子就觉得啊好丑 或者是这样子就一直挤出一坨肥肉 可是这个呢它的板垢就是完全盖住这边 然后这边呢又是大蛙领的 就是我在涂保养品的时候很好涂 我发现我好几个睡衣因为它脸直到这里嘛 然后我涂保养的时候我脸会跟着脖子一起涂 我连胸口这边都想涂啊 所以我就要这样子钻进去 然后但是这个呢我就可以就哇 就是直接就是这样子完全涂到我想要涂的地方超好涂 然后后面呢也是这样子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呢我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的热销 然后它两件好像只要五六百块吧 还有很棒一点就是它长度有到膝盖那边嘛 因为呢像你有时候啊有些睡衣或者是短裤 你在家里穿 然后你就觉得坐下去的时候 有一些椅子不是有那个质地吗 或者是呢电脑椅是有网格的 你的裤子太短你的肉就会压进去 然后你的腿就会有那个痕迹嘛 就是有压痕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就是还是呢要有一定的长度让你坐下来的时候啊 而不止不怕曝光啊还不会就是说 椅子的质地啊会害你的大腿不舒服等等的 我觉得真的是要到膝盖的长度是非常棒的长度 虽然呢可能看起来不会像膝上的那么显腿长嘛 但反正是在家里嘛 然后我自己可能躺在床上等等的也比较不会就是很容易跑上来 我觉得这场度超棒的 哇我穿这个瞬间就觉得好凉爽 我刚才觉得有点热欸 那大家呢知道我现在的发型不太一样了嘛 然后我非常的意外 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看起来比较年轻 太好了 那现在呢我整理头发方式又不太一样了 因为之前我可能还会用dyson啊 出一个微弯啊等等的 然后这边呢又要卷个发卷弄个八字刘海 但是呢现在呢我都是直接就用一个直发书 就可以解决我整个发型 真的是超开心的 反而会被夸奖就是现在头发好看 那这个直发书呢大家知道我之前 双十一购物的时候乱买这个 GHD的直发书嘛 然后他要好几千块 但是呢因为是从国外买的 然后我每次用他就一直发出警报器的声音 然后就当机当机 我真的觉得几千块 就这样子毁了超级心痛的 然后我就想想其实真的是 我直接在台湾买就可以买到更便宜 然后又很好用的直发书了 这个直发书呢就是只要一千多块 这个好几千块几倍嘛 然后呢它的尺寸上啊 我觉得这个直发书比较轻一点点 它也可以控制温度 这个GHD是不能控制温度的 加上呢这个直发书是有负离子的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我弄下来就觉得哇 有那种发质很好的感觉 非常的过瘾 那我自己呢都是调整到两百度 我觉得对我来说整理起来有效率 然后呢发质很亮 整理方式呢我就是直接用它 然后刘海啊往前 这样子梳上去 你记得梳的时候就是除了外面 你都要梳一层 你由内往外的时候 你要那种有点凹出去的感觉 这样子呢可以让你的头发是直顺 但是同时又不会死它的 这个啊我自己实验的时候 我发现加热竟然只要30秒 就可以达到两百度了 所以超级快之外呢 它的这个烫热的地方啊是在这里面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地方呢是 呃不会直接加热的 所以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啊 比较不容易被烫到 当然呢它的很热的时候 有那个蒸汽你也是要小心 但是呢我觉得它用起来就是还蛮安全的 这个呢真的是我这一个月就是一直在使用 然后现在只要用它然后稍微梳一下 就可以出门了非常方便 头发非常亮 然后有负离子的效果 如果呢大家再找一个很好的执法书 让你的发质升级 然后让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的顺 但是呢又不会太扁塌 那我觉得这一个执法书真的还蛮不错的 大家呢有兴趣就可以点开下面的资讯来 因为刚好这一天呢是在团购的时候 会有团购的特价 然后确实是我这一个月用起来 非常喜欢那个产品我会继续用下去 不怕不够热加热也非常快很安全 然后呢这个上面的电线 又是可以这样转来转去的不会卡住 竖起来发质很好又不会太搭 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好闲的 如果刚好有缺的话呢就可以试看看 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个月 快点打我买了两个小包包 都是走比较休闲感的包包 但是呢都大概是2000左右或者2000多的价格 我先介绍这个好了 这个是我不敢念 我现在常常念品牌念错 的这个户外小包包 你不觉得很有那种 芝木君最喜欢的outdoor风 然后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 像这种很多这种包包嘛 它的分层不会这么的多 就是你看呢它前面有一个这个分层 我可以装很多东西 诶是空间很足够的 然后呢这边有个提把可以拿 里面呢还有分层 里面会有一个还蛮宽裕空间的分层 这样子 然后再来它最后面还可以塞手机 我觉得哇塞这个真的是一个 像这种类型的包包里面分层特别多 然后呢材质呢也有各种的异材质拼接 我觉得很用心很可爱 颜色呢又是我喜欢的奶茶色卡其色嘛 然后这边有一个他们的可爱的小logo 然后再来我觉得很贴心的 就是你看它拉链还有这个小挂绳 绳子的感觉 就可以这样拉很好拉 那它后面的方面呢 它也是就是你可以自己扣上去的这一种扣 两边不太一样 绳子的部分我自己有换 它原本呢是这种细绳子 然后就觉得这种细绳子 呃真的太细了 而且不够扎实 所以呢我的 装多一点东西的时候 就觉得肩膀会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呢就是换掉的绳子 换掉这个也是绳子品牌 很有名的 的绳子 然后刚好搭配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我真的可以装很多东西 我可以装我的手机 然后装石纸巾 然后装钱包 然后再装补装的东西 再装钥匙 然后再装什么AirPods什么的 很多都装得下很厉害 然后常常拿也可以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抬起来 真的觉得超可爱的 虽然呢我一背这个出去啊 就发现哇塞 路上的一大堆人 都是用这种绳子的小包包 那可能是现在流行吧 但就是有一种 比较有活力年轻 然后也蛮有造型 休闲同时实用的 这个啊我在拍片的时候 我上网看 它还有还在那边 而且还特价打折的样子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它这边感觉是 也是有点防泼水的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包包 另外一个包包呢 也是两天多块啦 是Hunter的包包 这个呢就是他们很简单的一个托特包 然后是迷你尺寸的 我觉得他们还蛮酷的 是你看旁边的扣环是这一种的 这样子扣的 像我之前呢买了很多波特的包包 但是呢后来那些包包 我有一些断捨离给姐姐了 因为呢我真的发现我的身体的短度 短度呢刚刚好就是波特的包包啊 它的这个怎么说 它这个结的地方 就会卡在我的肩膀的地方 所以呢我有时候就会感受到 有那么一点的不舒服 那这个包包就没有嘛 然后加加上 它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托特包型 很简单然后非常的好装 可能我要去买菜啊 而且要去银行啊 去办事啊出去的啊 基本上我想带的东西都可以带得到 它里面的分层呢就是有 前面有这个小口袋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拉链的 总之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装 然后他们又说这个是 说是防泼水 但是呢下雨基本上它不太会伸到里面 就是除非下暴雨 我就觉得在台北的这个天气啊 真的很需要一个比较有防水效果的包包 然后它有很多的颜色 还有什么黄色绿色蓝色黑色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白色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自己买了也觉得很值得耶 我现在就是常常就是 配宽裤啊很休闲的T恤啊 跟小孩出门啊游玩的时候我就带它 以前啊我真的就是好像身边的人都买名牌包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买个名牌包 但是呢现在就觉得 哇可能有一些不一定实用啊 或是很怕过季等等的 不买一个平价啊 实用方便的包包这样 背起来呢感觉是年轻啊 然后实用啊 也不用跟人家去比拼说名牌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包包我背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自在 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是吃的 我没想到我自己用完了快要一整罐了 后在IG已经也有提到过 我就忘记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了 这一个全联买得到的 蚵油香葱 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啊 这一个呢是我妈推荐我的 就是我常问她说为什么她的 就是妈妈煮的面就是这么的香 这么的好吃就比外面很多东西都还要在好吃 然后妈妈就跟我讲说很简单 叫我去买一个这个蚵油 不管我是要煮汤煮面啊煮任何青菜什么的 我就是先用这个蚵油 先丢一块在锅里面 然后呢我可以拿来就是拿来炒菜 然后再撒盐就会有那种蚵油非常香的那种味道 然后或者是呢我拿来煮面就是我丢了蚵油嘛 然后可以先炒一下肉片 然后再把热水加进去 然后把所有你想吃的青菜全部都加进去 然后再煮面嘛 就可以完成一碗超级好吃 然后又丰盛又非常健康齐全 营养齐全的一餐 重点是呢一点都不麻烦 就是我是一个很害怕太麻烦的料理 然后像这种很简单 然后又是可以把所有食材的原型都丢进去 煮出来健康又好吃 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试看看 而且呢重点是你就可以搭配任何你想要搭配的 你喜欢特别哪一种蔬菜都可以丢进去 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肉类都丢进去 我觉得他真的是料理的非常好帮手 然后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 我也买了一个燕麦奶很好喝的 因为呢在台北有一间咖啡店 是我觉得算台北里面还蛮好喝的 叫做Fika 那之前呢我就去喝他们家的燕麦奶 我就发现很好喝 然后我还不要脸的问他说 不好意思你们用的燕麦奶是哪一家的 他就说So good 我说你是在跟我说那个燕麦奶So good吗 不是他是说那个品牌叫So good 总之呢他这个So good的品牌 我发现Momo就有卖了 而且呢他有推出就是可能一般燕麦奶 然后跟这种专门咖啡用的燕麦奶 搭配咖啡 真的是太好喝了 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用Nespresso的机器 然后去按压那个浓缩咖啡嘛 那之前我都是加牛奶 可是呢我就是默默的觉得说 就是大家都在说要借奶借奶啊 牛奶会让脸长这个粉质啊痘痘啊等等的 所以呢我就想说好 那我应该要找到一个好喝的燕麦奶 他真的让我的咖啡又更上一层楼了 就是原本就是有点快要喝腻 就是咖啡牛奶 然后但是呢外面呢有一些燕麦奶的燕麦味很重 然后或者是有那种奇怪的味道 就是呢没有这么的好喝 或者甚至太丑一种恶心感 我就觉得这一个呢是我喝起来觉得 嗯很像牛奶超越牛奶 然后很香没有臭燕麦味 奇怪的味道的 我觉得喝起来蛮好喝的 如果呢你也是燕麦奶爱好者 想要借奶 嗯会在自己泡咖啡 或者是泡奶茶之类的 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虽然他不是那种 好像很多咖啡厅常见的几个牌子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还蛮好喝 然后我姐我妈我都一致认同 这是太棒了的燕麦奶 那不好意思呢 这个月我觉得好像彩妆的东西偏少了一点呢 真的是我这个月啊一直在努力的想要空瓶我手边的东西 就是我没有在集中火力在买新的东西 我在想把身边啊像我各个分类 光是身体乳可能就有四罐五罐 然后光是护法的也是可能四罐五罐以上 就想说我要好好的把一些东西空瓶了 然后留下每一个分类一两罐就好了 这样子会看起来更干净清净 然后不会那么的阿杂这样 我在努力的空瓶之后呢 我在买新的有什么新发现再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次见 拜 哦对了然后我今天的眼影呢 是Excel的这个四号的颜色给大家看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是比较中性的色调